欢迎收看2月24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志正 新闻的开始带您看一起在吉隆坡发生的夺命意外 三名16岁的少女和三名青年男子在凌晨 开开心心的唱完卡拉OK后一起坐车回家 没想到途中却突然失控翻覆 车内五人荡场被飞抛出车外 散落在路中央 另一人则夹在车内受困 酿成一死五重伤的惨剧 之宗车祸是在今天凌晨五点 在新街场路段发生 死者是其中一名被抛出车外的16岁华裔少女陈欣奇 校正员到场后花了超过半个小时 才把困在车内的另一名女乘客救出 意外发生后 有议论指五名死伤者并没有系上安全带 才会被抛出车外 不过警方暂时还不能确定此事 并将会等待伤者的情况稳定后才会录取口供 警方透露 事发时 招货的休旅车在右边车道行驶 却突然失控打转后翻覆载路中央 根据一名伤者透露 司机是为了闪避流浪狗 才会失控撞上围栏 但另一名伤者却共称 司机是为了闪避一辆车才会酿火 警方目前还在寻找目击者共证 并将会调查29岁的司机是否罪嫁 但您跟进昨天发生在文东的弟弟刺姐姐案 昨天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 身受重伤的华裔妇女樊雪梅 入院21小时后在今天凌晨6点 因为伤势恶化已经不幸离世 这起命案是在昨天早上 在文东金马苏新村发生 死者昨天专程从吉隆坡回乡探访父亲时 突然被弟弟拿刀朝背部猛刺五刀 导致死者的肺部严重受伤 宋院急救后 无奈还是逃不过死神的召唤 自今天早上离世 享年59岁 彭亨州刑事调查组主任奥斯曼 今天证实了死者离世的消息 他说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调查此案 死者姐姐樊雪红透露 死者被刺伤入院后还保持清醒 并曾经透露弟弟患有忧郁症 死者过后就陷入昏迷状态 据了解 死者生前与弟弟的关系不错 多年前还在吉隆坡一起投资买屋 死者82岁的老母亲吴瑞兰也说 幼子两天前曾经提出9万令吉的现款 但认为这起命案绝对与钱财无关 他说 幼子在事发前更曾经指要杀了姐姐 然后自杀 当时大家都不以为意 没想到却酿成命案 接下来先来带您看一则旅游资讯 那警方取缔非法闯锁的新闻几乎天天都有 不过警方在今天凌晨扫荡 补种一家非法营业的KTV时 除了逮捕24名陪坐女郎和150名男女顾客之外 竟然还意外地起货了一只烧猪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警方今天凌晨一点多 再次突击一间过去十次被取缔后 仍旧营业的三层楼KTV 场面人士在警员上门时 竟然将大门深锁和停播音乐 企图制造空城记的假象 尽管有人趁警方破门而入前 已经取走大量的现款逃跑 不过警方花了20分钟成功破门而入后 还是逮捕了24名外籍陪坐女郎 22名外籍员工 一名本地女勘厂员和150名男女顾客 包括一名未成年的华裔少女 警方揭发 有关KTV营业了超过5年 底层的酒吧厅拥有合法的营业准证 但楼上的KTV却没有准证 由于警方发现场所内有疑似毒品的粉末 不排除有顾客自带毒品到场吸食住信 但有趣的是 警方这次的取缔行动 竟然还遇到了一只烧猪 这是因为其中一组顾客包下了一间KTV厢房 还买了一只烧猪开派对庆祝 没想到这只烧猪还没来得及好好享用 却遇上警方取缔 只能原封不动地摆着 换个看点 首相办公厅在昨天宣布政府已经和Gamuda洽谈接管大道的课题 并且分成繁忙和非繁忙的时段来调整收费 交通和经济专家对此分析 这样除了可以减轻政府直接赔偿大道公司的巨大开销 同时也会减低人民沉重的交通费用 首相办公厅是在昨天发文告说 政府建议Gamuda属下的四条大道 即LDP、Spring、Kassass及京明隧道 在每天六小时的高峰时段征收拥堵费 在晚上十一点至清晨五点的非繁忙时段 则取消收费 至于其他的时间则可以享有30%的过路费折扣 这项宣布引起热议 城市土地兼交通规划专家吴慕言 接受中国报访问时就坦言 非繁忙时段的大道使用者只有5%至8 还有90%繁忙时段的大道使用者 缴付拥堵费可以足够补贴 这也符合经济效益 重点是这也可以分散繁忙时段的车辆流量 开始改善塞车问题 理财专家孔令龙也说 非繁忙时段取消收费或折扣的方式 都有助减轻人民长期的交通负担 舒缓通货膨胀的情况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 今天下午1点多抵达了吉隆坡 展开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海外出访行程 没想到一下飞机 韩国瑜就获得热情的粉丝 送上两个包子 让他大呼好surprise 韩国瑜是在下午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 获得多名台商及旅居大马的台湾人热烈欢迎 其中一名粉丝为他送上包子 他在接获包子的当儿 还自嘲是土包子头 闹得全场笑开怀 关心台湾政治的朋友 应该对包子的梗不会陌生 韩国瑜是在本月17号 遭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批评为喝醉酒的土包子 没想到却掀起一股土包子热潮 韩国瑜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 如果有时间 他将会抽空到马来西亚夜市考察 他也诚心 他目前没有与任何大马政府的官员或部长有任何接触 接下来将看相关单位如何安排 那现代人的生活总是机不离手 就连吃饭目光也会盯着手机不放 那你又知不知道用手机配饭 很可能会让你变胖呢 根据巴西拉夫拉斯联邦大学 及荷兰乌德勒芝大学医药中心的联合研究显示 如果边看手机边吃饭的话 会比专心吃饭不看手机 多摄取15%的卡路里 研究人员挑选了62名年龄 介于18至28岁的志愿者展开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这些志愿者在没有滑手机单独进食的情况下 摄取的能量为535卡路里 而在边进食边滑手机的情况下 摄取的能量则是591卡路里 研究人员说 进食时使用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 会影响大脑对于该摄取多少能量的判断 对儿童而言影响更大 继昨天的喜阶仪式后 如否古庙游神信典今天迎来正月二十的众神出软活动 在五尊神明圣驾出软之际 数以万计的善信都双手合十 加到恭迎 为游神圣会掀开序幕 那新闻结束前就带您去一堵烧早前的盛况 我是志正 祝您晚安 再会 开启总别愿景 出越的 Dong dels信仑 拦嘴 到向街村 到百合 继续 说 会 上 通水 出课 在 maison